台湾县府过去在县内的文件站 开设怀旧创新课程 长辈们因此开始学习拼贴布画的创作 将过去的职业、生活 甚至是饮食文化作为创作的养分 来完成各项作品 而看见长辈们投入 县府也宣布 将在今年的课程里 代理600位的长者 共同来完成拼贴布画的创作 画面中看到的这些拼贴布画 都是来自台东县镜内 文件站的长辈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县府为了让长辈增加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预防且延缓失能的情况 借着怀旧创新的课程 以拼贴布画的方式 将长辈过去的生活 饮食文化等生命经验给呈现出来 而3号上午的乐林怀旧 一起来记者会中 承办这个计划的花莲县牛里社区交流协会 也借此为大家分享 这些长辈们的画作 像这样就是台东市的共鸣工厂 它的产业史到底在哪里 从个人到集体你会看得见 然后包括到了部落 它的文化 它的庆典 它的习俗 是什么 这个部落的文化性 它的习俗 它的族群性在哪里 然后还有他们的饮食记忆 饮食是一个 从家最难被改变的一个历史 那一个文化 它到底隐藏在家中的那个饮食 到底在哪里 现在可不可以再拿掉都出来 看到了这些丰富的成果 台东县政府也宣布将新增20个据点 在今年一共32个文件站与社区关怀据点的 怀旧创新课程中 透过20位种子教师 带领600位的长辈一起作画 并邀请更多的民众 共同参与 那我觉得这个除了是我们可以为老人家动灵的方法之一 也其实是一种轻盈共学老幼在一起 我们让这个社会从对立撕裂回到和谐互助的方法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活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 以及少子高龄化的来袭 要怎么把老人照顾好 并有效的延缓失能 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而先辅为长辈们导入的怀旧创新课程 意外的让他们发挥创意 把自身的经验与故事 透过拼贴布画来呈现 想必未来600位长辈的投入创作 会产生出更多丰富精彩的作品 记转且轮 桃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